好 觀眾朋友平安 歡迎您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節目主持人 前子電視機前的觀眾 也請您打開手機和電腦 在YouTube頻道上 搜尋我們新聞大白話 訂閱分享按讚 並且開啟小鈴鐺 介紹現場來LIV 今天是輝漢兄弟組合 歡迎陳輝文 大家平安 以及黃偉翰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是 觀眾朋友 這個Delta病毒 已經肆虐全球了 雖然我們台灣 還在這個佛系防疫嗎 這個是我們在講說 我們現在的工具 我們現在的方式 是不是真的落後了 不知道外面有多危險 或者是其他人 到底怎麼做的 我們先來看看全球的狀況 你看看去年一整年 英國因為佛系防疫 所以他們已經 喪失了十多萬的人命了 那現在Delta病毒又來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們的確診者 這一波的有一半以上 都是因為Delta病毒的四年 甚至很多人都已經打完了疫苗 還是不敵Delta的侵略 來看一下6月27號 在英國確診的人數增加了 1.8萬人創下新高 過去一個禮拜有10萬人確診 看起來情況不妙 可怕的是 大概其實有八成人 已經打完一劑疫苗了 然後有58%的人也打了兩劑了 可是還是很難抵擋 可見人們在對抗大自然 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觀眾朋友來看看美國 美國是強國 疫苗也是滿手都有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這一波Delta病毒 也攻陷了美國 他們這個佔比 這個包括新冠病毒的佔比 過去其實很快 5月份的時候其實才1%2% 然後變20% 現在已經變成31% 就是有三分之一的人 他確診是因為Delta病毒 他的病毒株是Delta病毒 所以包括拜登他都說了 Delta真的是又強又快 這個新的病毒株 美國將會有更多人死亡 所以現在他們也是加緊趕快 趕快打疫苗 包括以色列一樣 印度這都是一樣 都是已經是疫苗牆國 都已經打完了 可是看起來不足以應付 所以現在他們開始 包括以色列16歲以上的成年人 他要趕快來這個補牆 另外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我們說 台灣是不是還在佛系防疫 為什麼我們會自己來檢視 自己的防疫的城堡 到底這個牆夠不夠監牢 看起來很不牢也很不可靠 因為你可以看到 屏東這12例的群聚 當然它的源頭是來自國外 境外移入 這一對祖孫6月6號從秘魯返回台灣 他們直接在機場 我們的桃園機場搭計程車 到屏東的方山居家檢疫 6月14號他們已經確診了 可是潘莫安也就是屏東縣縣長 還在喊說嘉陵 也就是屏東我們沒有疫情 我們連續嘉陵還在慶祝這件事情 還在說自己防疫非常好 6月15號指揮中心已經把這對祖孫 列為境外移入 因為算台中 為什麼其實就是他的戶籍地是登記在台中 感覺是很拘泥於原來的文字 原來的文章 所以潘莫安還在這個雙手稱讚 雙手擺在空中搖晃 說我們嘉陵 我們嘉陵 我們嘉陵 一直到6月22號這對祖孫 經由身邊親友的途徑 感染了一名白牌車司機確診了 然後屏東零這個嘉陵直步 才慢慢意識到這件事情很嚴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家都好像在一個氛圍裡面 都覺得這病毒不關我的事 一直到6月22號才有那樣的感覺 可是來看看我們的邊境 是不是真的非常鬆散 的確是的 如果你要這樣講 我覺得過去我們的邊境 根本就是如入無人之境 現在才把一些境外的人士 就入境人士才做一個 比較稍稍的提升 包括你可以看到高風險的七國 他列了七國在這裡 巴西 印度 英國 秘魯 以色列 印尼 以及孟加拉 這七國是強制你 一定要到集中的這個檢疫所 而且是由我們政府出錢 檢疫 你進來之前 做PCR 你檢疫完十四天 再做一次PCR 看起來比較完整 可是很奇怪的是 只有這七國是這樣 其他的人入境來我們臺灣 其實看起來是沒有這樣做的 也就是說你可以選入境 在這個集中檢疫所自費 兩千塊一天 或者是你要到旅館去住 那現在是不能去加檢疫的 可是看起來其實是比較鬆散的 包括你在這個新的措施 從昨天開始 你在這個入境的時候 他們這些人甚至不用先做PCR 是離開 也就是14天之後才需要做PCR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新的措施 觀眾朋友先來看一下這個新的措施 這個是陳時中 這個針對我們媒體可能 或者是外界一再質疑 我們的邊境管理太過鬆散的狀況 他宣布了有三大加強的措施 風險國入境加一次PCR 那個風險國又是什麼風險國 這是我們剛剛念的那七國風險國 好 我們來看看 從6月27號也是昨天零時開始 就是凌晨零點開始 從國外入境一律集中檢疫 也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集中的檢疫所或者是旅館 那這七國他特別挑出七國 要住在集中檢疫所 其他 其他 全世界其他國家回來的 要住防疫旅館 取消居家檢疫 其實最大的不同 就是取消居家檢疫 因為那一對祖孫 就是居家檢疫出世了 那另外不管 這是新的 這是新的 不管是不是從七國入境 也就是說其他地方 你只要入境台灣 一律隔離期滿 要做PCR檢驗 那這個進入隔離所 進去之前 加做一次PCR是只有七國 其實沒有什麼改變 沒有什麼改變 也就是說你那麼珍惜 我自己覺得很奇怪 輝文 你這麼珍惜PCR是怎樣 我們PCR能量有限嗎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 輝文是從那七國 包括印度 包括印尼 包括英國回來的 你入境的時候 你做一次PCR 然後你隔離14天之後 你要再做一次PCR 如果我從美國回來 假設我從美國回來 我入境不需要做PCR 我隔離了14天之後 做PCR就好 就很奇怪 你是在珍惜我們PCR不夠 還是怎麼樣 這個當然是非常的奇怪 不過我們先看今天的 確診跟死亡的數字 這個是我們從三級檢解以來 今天本土確診跟本土死亡的 這個數字都是最好的 當然陳部長也特別提醒大家說 不能因此而鬆懈 這可能因為這個禮拜六 或禮拜天採檢的樣本少 所以他確診的這個 數字也比較好 也看到前兩天 這個所謂的週休二日 也有很多觀眾朋友 自己當指揮官 自己先解封 每天看這個指揮中心的數字 很像跟前一陣子比有好一點 然後大家這個各個風景區 也看到這個人流跟車流 不過我覺得剛剛前子前面 提到各國防疫的狀況 前子講的是對的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 放鬆的本錢 特別是我們現在是一個 落後的部署 剛剛前子講說那個防疫的部分 我相信很多大陸朋友 看了一定是哈哈大笑 我們這個防疫的 篩檢的次數 比他們廣東普篩的還要來得少 搞了半天從那些重點國家回來 總會篩兩次 三次 兩次 兩次 然後那種篩一次的 其實這個都是非常奇怪的部署 所以觀眾朋友我們要把這個 心情先沉澱下來 我們今天有600多位同胞 已經離開了 離開的原因就是因為 新冠病毒的肺炎 我們應該想說 我們600多條人民的代價 換到的是什麼 換到是我們現在稍微喘一口氣 看到這個數字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前子你看像英國也好 像澳洲也好 日本 特別你看日本一二戰 就是說你看到其他國家的例子 像韓國也是一樣 就是說你壓下去之後 他會再跑起來 壓下去他會跑起來 你必須想辦法跟病毒共存 我們在這段時間付出 600多條人民的代價 我們學到是什麼 我特別對前子上個禮拜 講了一句話 印象非常的深刻也很感慨 前子說為什麼我們蔡政府 在疫情的關鍵時刻 總是犯錯 總是做了錯的選擇 錯的決定 錯的選擇 怎麼每次都錯 到底錯在哪裡 沒有關係 你已經錯了 代工也失敗 採購也失敗 已經疫情到這個地步了 可是前子 我對這種防疫 我其實我必須坦白跟大家講 我實在是沒什麼信心 就是我們也不封城 我們也不普篩 我們就坐在那邊等疫苗 然後就有一些媒體人 知道疫苗的消息 我知道疫苗要來了 然後敲鑼打鼓這樣子 渲染什麼的 其實那些都我們花錢買的 他交貨給我們是廢話 他早就該交貨給我們 你謝謝他幹嘛 是應該的 本來就是應該的 你美國的疫苗 美國都已經不打了 一堆人都不打了 你現在疫苗給我們 難道我給你謝謝 你延遲給我 我還沒跟你算帳 所以我的結論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疫情 我們沒有放鬆的本選 本來 前子 因為我們本來這個時間是這樣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 本來我們預定解封 是6月28 今天就是6月28 觀眾朋友他已經延到7月12 從今天開始 逐足兩個禮拜 所以每一個觀眾朋友 都還要再撐兩個禮拜 你撐得下去嗎 我相信很多朋友 是非常的辛苦 但是沒有辦法 我們6月28本來是原定 今天要解封的 但是一言再言 是我們疫情控制不了 我是覺得這個前子 我是 是不是我們這樣的防疫 會有問題 我再請大家看這個 你看 12個人鑽漏洞 這個漏洞在哪裡 在我們桃園機場 這個有沒有可能 在其他國家發生 就是你要填那個檢驗 我故意亂填 填我家 然後騙他 然後我就跑出去 到後來都有抓回來 後來都有這個 里長他們都有把他找回來 我說你在機場鑽這個漏洞 這些人想要鑽漏洞 人性我就不罵他們了 但是我想請問蔡政府 我想請問陳時中 你怎麼會有漏洞給他鑽 你現在明明是要防堵 這些人該怎麼法辦 就怎麼法辦我們意見 但是你有漏洞讓他鑽 那個就是政府的責任 我們的邊防有提升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有針對七個國家入境的旅客 我們做兩次PCR 其他國家入境的只做一次PCR 在此之前 也就是27號零點之前 我們是鬆散到一個難以想像 觀眾朋友剛才輝文提到了 是報導在這裡 聯合報也有報導 你入境之後 我們都已經全國提升到三級了 已經很嚴重了 大家全部都自訴了 都已經每天都已經 有的人都活不下去了 因為沒有工作 可是這些人進來是怎樣 你就隨便填 我就勾選旅館 我管你的 我勾選旅館 然後我投留回家 怎麼可以鬆散到這種地步 你那麼相信人性 你那麼相信人性 就讓他回家 他回家後來逮回來了 可是幸好這些人身上 可能沒有Delta病毒 那如果有該怎麼辦 該怎麼辦 誰知道他有沒有 誰曉得 就是我覺得很難想像 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指揮中心到底在幹什麼 全國都已經提升到三級 這麼久了 你可以看到周六周日 你去外面都沒有人 很多小朋友在家裡面 悶到都快要生病了 老人一步都不敢踏出房門 結果你對邊境的管控 鬆散到這種程度 我真的難以想像 像是屏東這件事情 屏東的Delta病毒 也當然就不用講 當然就是因為你邊境管制的 太鬆散了 讓他們進來了 因為你讓這對祖孫 這對祖孫我們不能怪他 他自己也不想要得病 可是他居家隔離 完全是在我們政策內 他可以居家隔離 可是他怎麼知道 他會拖出去 他怎麼知道會傳染出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現在屏東很糟糕了 現在屏東大家很害怕了 現在潘茫安很緊張了 於是今天要擴大來篩檢 來看看 今天擴大篩檢 也是亂象重生 看一下 你要玩整次的神話 再做 你如果一點來的話 準時來的話 一定拿得到牌子 因為我們牌很長 我們全部發完 現在已經發完了 現在已經發完了 你看光視頻都是兩個村要做普篩 當然今天有擴大 就亂成這樣 很多的普篩的這些工具 或者是用應該是他們的普篩計 也不夠 很多人兩三百人 號碼發一發就不夠了 甚至很多人在太陽底下 或者是今天清晨還有下雨 淋雨 在那邊亂七八糟 到底在搞什麼 韋翰 大家知道屏東的這位祖孫 他們的戶籍在台中 但是機場一下飛機以後 就直接到屏東去 有防疫計程車 對 然後中間也在 這個休息站當中有上廁所 那這些事情其實基本上 事後一個一個爬梳 剛剛 不是剛剛 現在導播你再重新拍一下 對屏東 右上角那個 對屏東現場拍照來講 這件事情一開始都沒有在 那是臺中的事情 不是我的事情 然後他出現 確診以後因為臺中的例子 對 都是家裡 但問題來了 問題他人在屏東 他人在屏東 過去有一個 我忘記是哪一個國籍的 外籍移工 他因為沒有居家檢疫 他只是居家檢疫的那個 在檢疫的那個情況之下 他跑出來八秒鐘有沒有 重罰他十萬 這個阿嬤 阿嬤我不是說要怪阿嬤 阿嬤從機場下了飛機 帶他的孫子回來 過程中去上廁所 上的是不是一般民眾上過的廁所 我們這個話題也討論了一年了 我們有沒有專門讓那些 是從國外回來的人 其實很多國家 我就不要單止了 包含中國大陸 他都有非常嚴格的 整個的SOP 我一下飛機之後 我就會被特定的人指引 全身防護衣上特定的車 去上特定的廁所 然後被帶到特定的地方 然後在這十四天的過程當中 至少被檢測三到五次的PCR 我們沒有 我們現在是要加一次 一加一 人家是三次甚至五次 然後最後再追蹤 然後包含他的用餐 阿嬤是說他的垃圾 拿到門口去跟鄰居 大概我跟前子的距離 有打聲招呼 是不是真的這樣就傳染 還是其實有做一些 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簡單講兩個字叫鬆散 過程當中鬆散 他講說委和你這個是事後諸葛 我簡單一句話講完 全世界都在對抗這個疫情 全世界都有全世界SOP 我們其實基本上 是不管別人怎麼做 我們覺得台灣人氣質比較好 所以我可以打敗病毒 所以你並沒有把嚴格的狀況 把它羅列出來 今天高雄去怪新北恩足公醫院 今天屏東怪台中沒有疫調 可是從頭到尾 他從下了飛機到屏東 中心根本沒有回台中 你這樣子就會有漏洞 不管誰犯錯 重點是他已經在屏東出現了 然後那個過程當中 他的那一個檢疫的那個期間 他還有可能跟他的鄰居接觸 然後鄰居一家三口 有人跑去搭計程車 傳給計程車司機 以後計程車司機的老婆 還是超商店長 一傳十 十傳百 我們現在看到 因為還在感染期間 我希望不要有 因為這個是Delta 到時候一旦有 台北跟新北為了對抗上一波的 英國的B117病毒 我們已經拚到 全都已經黑暗了 如果這個真的在南台灣爆發 這個跟政治無關 我也不想去罵潘孟安 我們台灣會倒 我們整個狀況會失控 剛剛學長在講什麼 七月十二 這個如果爆發七月十二 變成是年底了 就是變成是這樣 那很多人 本來就是這樣 到時候他那個傳播速度之快 我還是那句話 別的國家是怎麼做的 別的國家下了飛機 以後是怎麼弄的 他包含去上廁所 我們為什麼還要事後 再來到來就講這些 美國總統拜登跟你講 他現在很怕Delta病毒 你現在也可以不要聽 就像去年大家講搶疫苗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去搶一樣 現在全世界各國都在討論Delta病毒 然後我也看到台灣有一些 有醫師身分的人都跟大家講 這沒什麼 只是流流逼水 我跟大家講我們不是醫師 我沒有醫師那麼專業 但是從國際的狀況看起來 Delta病毒這一波非常厲害 而我們台灣沒有準備好 大量的去對抗他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當我們出現大量的Delta的確診數的時候 我們會很慘 所以就是應該把他鎖在邊境 也就是機場 那當初機場要全面入境篩檢 因為我們台灣確實一年多都沒有 我也不知道學長裡面怎麼樣 我們這個還有一陣子是不用放的 然後那個時候 如果你每一個只要下飛機的人 不管今天是入境五百人 還是五千人 我全部檢測的話說 一天四百萬 這樣幾山山一年要八億 一年八億你不花 現在編了八千億 大家還是唬哈哈 因為你就算編那些錢你只能等於是紓困 我沒有辦法工作 誰想要過這種生活 這就是錯誤的政策 其實我們對抗病毒的工具到底有什麼 現在看起來人類就有什麼 疫苗 還有一個就是篩檢 普篩的PCR這些東西 可是我們來看看 我們現在手上有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只有AZ跟莫德納 你看張尚淳怎麼講 他說研究指出 先打AZ再打BNT 也就是輝瑞 中和抗體對於對抗Delta的效力比較好 可是台灣現在沒有BNT 好啦 沒有BNT也沒關係 我們來看看廣篩好了 普篩好了 光是屏東這兩個村子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幾千人 上萬人好了 這樣普篩就是廣篩 就已經篩成這樣 有人跑了兩趟三趟篩不到 萬一全台灣要廣篩 那哪有可能 不是亂七八糟了 對 其實前子你講的是 去年到現在 剛剛韋翰也提到非常多人的建議 但是指揮中心就是不理不才 你剛剛講這些外國 就是其他的國家地區 他們在防疫的這些作為 指揮中心不知道嗎 都知道 怎麼會不知道 你看今天早上 在屏東的這個狀況 排了一公里 然後他怎麼不分流 民眾也知道要分流 可是前子這個人這樣排 要怎麼分流 你發號碼排 我也到尾漢隔太遠 搞不好冰哥就插進來 這不行 都這樣 這是怎麼分流 這個就是早上的狀況 對 早上那邊還下雨 你排這樣 排一公里 很多都是長輩 你要趕趕趕走這樣 這是什麼執政 你說這是我們怕你 在屏東的狀況 這看出來笑聲 觀眾朋友我們不要說去講 這個像超前部署嗎 你告訴我這個叫超前部署嗎 這個叫做防疫模範生嗎 你看得下去嗎 這個就剛剛前子講的問題很可怕 這只是屏東的一個地方而已 如果全國都要這樣做的時候 會不會像我們那個時候 幫長者打疫苗一樣 各個縣市 然後大家很多狀況出來 那個就完全就是亂了套 蔡政府準備好了沒 顯然是沒有 是 光看這個情形 的確是還沒有準備好